同学们好 我们这节课呢 一起来学习一下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 那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 我们这节课所要学习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这节课所要学习的目标呢 就是理解除数是一位数 还有呢 伤势整十整百 还有整千件数的口算方法 又要学会正确熟练的进行计算 那第二个目标呢 我们这节课所学习的就是 要掌握的口算成法 知识迁移到口算的除法当中去 培养呢 迁移类推的能力 这是我们这节课所要学习的目标 那我们这节课所要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呢 有两点 第一呢是探索口算算理 掌握口算的方法 第二点呢是要学会 口算一位数除伤是整十 还有整百整千 这样的数除法的计算 那这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和难点的两个内容 那这节课我们所要学习的知识呢 我们首先来看我们做一步一步的探讨 那现在给出来我们一个题目 说把六十张彩色的手工纸平均分给三个人 问的是每个人能得到多少张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来如何去思考呢 我们看首先把给出来的手工纸我们把它分成一达一达的 每一达呢有十张 那么六十张呢就是六达 那把这些手工纸我们看从这个题目里边看见的是什么 把手工纸要分给谁呢 分给三个人 还有呢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每个人要得到多少张 那这是我们从对给出来这个题目里得到的信息 那这个信息我们要求解这个问题 我们如何去把式字列出来呢 我们来看 我们知道有六十张彩色的手工纸 也知道还要分给平均三个人 每个人问的是有多少张 那我们这个题目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解答呢 我们知道要用除法来解答 那除法我们如何来列式解答呢 我们就是知道用六十除以三 也就是把六十张的手工纸分成三份 每一份是多少 每一份是多少 我们看六十除以三我们会不会计算呢 六十除以三呢 我们看把下边这个手工纸我们把它排到这里 把它排到这里呢 我们一起来算一算 看看到底如何来去计算六十除以三 那我们看首先呢 把六十张手工纸分成三份平均分成三份 我们先把第一份呢分一答 第二份分一答 也就是十张是一答 就是十张分给第一份 也就是第一个同学 第二个同学也分十张 然后呢第三个同学再分十张 然后呢我们再调回头来 第一个同学十张 第二个同学十张 第三个同学还是十张 那这样呢我们就看 把这六答的彩色手工纸平均分给了三个人 也就是三平同学 那每个人得到多少呢 一个人得到的是两答 也就是一答十张 两答是二十张 那我们看六除以三等于几呢 等于的是二 为什么是六除以三呢 因为我们看把这个六十张纸啊 把它十张十张的归成一份 那现在就变成了六个十张 六个十张分给三个人平均分成三份 我们看每一份是分多少 分了两答 也就是说六答的纸平均分成三份 每一份是两答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计算出 六除以三等于几呢 等于的是二 那我们看六除以三等于二 那六是六答 那一答里是多少 是十张 其实呢 就是六十除以三 那一答里是多少 是十张 两答呢 二十张 那我们就计算出六十除以三 等于二十 那下面我们看 六十除以三呢 它是六个十除以三 是两个十 也就是二十 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 就是把六个十除以三 分成三份 那每一份是多少呢 是两个十 这是我们用六十除以三 得出来的 等于二十 那六十除以三等于二十 我们还可以怎么想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再延续 其他的一些计算的数字呢 整十的 我们会算整百的呢 我们来看 我们想一下 用六百除以三 六百除以三等于多少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用六除以三 是如何去想 如何去算的 再想我们六十除以三 是如何得出来的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再想一想 六百除以三 我们如何去除呢 我们可以和同学一起交流 我们六百除以三呢 我们可以这样分 就是我们把这个手工纸啊 一百张分成一份 一百张分成一份 那么现在呢 一共分成的是六份 也就是六达 那还可以通过像我们 当初计算六十张 平分给三个人 那样的办法 我们把这六百张啊 分成一达是一百张的 然后就变成了几份的呢 变成了六份 也就是六达 这六达呢 我们平均分给三个人 也就是六除以三 六除以三等于几呢 等于二 那六啊 这里边的六是什么 是六个一百 六个一百平均分成三份 六个一百平均分成三份 每份是多少呢 是两百个 那就是六百里边有六个百 平均分成三份呢 每份是两个百 两个百也就是二百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六百除以三等于多少 等于二百 那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题 第二个题说 三个班上 手工课一共用去 一百二十张彩色的手工纸 那现在问 平均每班用了多少张 那一共啊 手工课用去的是一百二十张 那平均一共几个班级 三个班级 问平均每个班用多少 那就是用一百二十除以三 也就是说呀 一百二十分成三份 每一份是多少 那一百二十分成三份 我们看 手工纸啊 我们首先分 就是一百张的 隔成一达 然后呢 十张十张的 又把它分成一达 那就是一百张 就是十张和十张 我们看 可以把一百二十看成是 十二个十 因为一百里边有十个十 后面又分成两个十 那把一百二十呢 看成十二个十 我们看如何来去分 十二个十分成三份 那分成三份的话 每一份是多少呢 我们看 每一份啊 是四个十 四个十加在一共 每一份四个十一共三份 那一共加在一起呢 是十二个十 那这样的话 我们列式就是一百二十除以三 怎么计算呢 就是这样的 把它计算 十二除以三 我们看 把这个一百二十除以三 首先把它看成是 十二个十 十二个十呢 除以三 那就是十二除三 十二除以三呢 它等于多少 等于四 这是我们列式计算 最后我们知道 十二个十除以三呢 是四个十 也就是四十 那我们看 十二个十除以三 是四十 一百二十除以三 就等于四十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题 第三道题呢 是说把六十六张彩色的手工纸 平均分给三个人 那问的是每人得到多少张 那六十六张彩色的手工纸 平均分给三个人 我们可以看 从这道题里我们知道哪些信息 我们首先要知道 要读题里边的信息 然后呢 再看它题目 要问我们什么 也就是它求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题目的信息 就是有六十六张彩色的手工纸 而且呢 是平均分给三个人 它的问题是 求每一个人多少张 也就是求每份有多少张 我们再来看 列式计算 就是六十六除以三 等于多少 这让我们这样来计算 那对于六十六除以三 等于多少 我们如何计算呢 我们之前呢 知道有整十的 除以一位数 如何计算 那现在不是整十的 不是六十了 是六十六 我们该如何计算 怎么计算呢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六十六啊 六十六张彩色的手工纸 我们把它十张十张的分在一起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什么 我们看 十个十个的平均在分 这儿还剩下六个 也就是六张 有整十的 有六份 那单张的呢 有六份 我们先把整十的平均分给三个同学 也就是平均分成三份 那每一份是多少呢 是两个十 那再把这个一张一张的纸 我们再平均分成三份 每一份是多少呢 也是两张 我们来看 这就把这些全分完了 那最后呢 我们看每一份是多少呢 两个十和两个一 那是多少 是二十二 那这就是把六十六除以三呢 就是平均分成三份 每一份得的是多少呢 每一份得了两张 两张 是二十二张 所以六十六除以三 等于二十二 下面我们来看例题 例题是说 一共有九十人 先排成人数相同的九列 再围成呢 人数相同的三个圆圈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说 每列有多少人 第二说 每个圆圈多少个人 那我们看啊 这个题目 我们读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是说一共有人数九十个人 那排成的是相同的九列 排成相同九列的时候 他问我们 要每列有多少人 那就是什么呀 就是求九十 九十个人 把它平均分成九份 每一份是多少 那下面呢 又说 再把这九十个人呢 围成相同的三个圆圈 也就是 把九十个人分成三份 那然后说 问每个圈有多少人 也就是说 把九十分成相同的三份 那每一份是多少 那就是用九十除以三 这也是考察我们 除一位数除法 我们如何去计算 第一个小问题呢 是我们先求 每列有多少人呢 可以把九十看成是什么 九个十 九个十呢 那我们就可以按照 一位数除以一位数的方法 来去做除法算式题 那九个十除以九呢 就是一个十 那就说 每一份呢 是一个十 一个十呢 就等于十 所以就是九十除以九 等于十 那第二个问题是 九十 求每个圈有多少人 就是说 九个十 这不是九十人吗 把它看成九个十 那九个十除以三 也就是得来三个十 一份呢 是三个十 那三个十是多少 就是三十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列出来 式子计算 就是九十除以九 也就是九个十除以九 那一份是多少呢 也就是九个十平均分成九份 一份等于一个十 也就是等于十 那第二道题 是把九个十呢 把它平均分成三份 一份是多少呢 是三个十 也就是三十 所以答每列有十人 每个圆圈有三十人 这就是我们用除法算式 把它列出来解答完 也是一位数除法 我们先去讲 用一位数除法 如何解答的应用题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题 第二个应用例题呢 是一只东北虎的体重 是一只鸵鸟的四倍 是一只企鹅的九倍 那下面给出来 这几个图片里边的消息是 东北虎是三百六十千克 问的是鸵鸟多少千克 企鹅多少千克 让我们填空 那给的这道题目的信息呢 是告诉我们 东北虎它的体重有多少 而且呢 东北虎和鸵鸟体重的关系 和企鹅的体重的关系 让我们求的是什么呢 求鸵鸟和企鹅 它们的体重分别是多少 那么看如果求鸵鸟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题目 因为东北虎的体重 是鸵鸟的四倍 那就说 一只东北虎啊 它分成四份 那一份呢 它的重量 就是鸵鸟的重量 也可以这样想 四只鸵鸟 是一个东北虎的重量 那我们就用东北虎的重量 那除以四就等于什么 活鸟的重量 那企鹅呢 是东北虎的 东北虎是企鹅的九倍 那么用东北虎的体重 除以九就是企鹅的 那我们看如何来计算呢 用企鹅的三百六十除以四 三百六十呢 我们可以看成是三十六个十 三十六个十 那分成四份 那每一份是多少呢 是九个十 九个十是多少呢 就是九十 那就是九十千克 这是企鹅 那企鹅呢 企鹅就用三百六十千克 分成九份 三百六十千克除以九 也就是把三百六十千克 看成三十六个十 三十六个十除以九 等于多少呢 等于四个十 那四个十呢 是多少呢 四十 我们来把它列式算一下 看活鸟体重 三百六十平均分成四份 求每份是多少 企鹅呢 是把三百六十平均分成九份 求的是每一份是多少 我们看这个算式 活鸟的体重是等于多少 九十千克 那企鹅呢 是四十千克 然后答案是 活鸟体重九十千克 企鹅的体重是四十千克 那我们看例题三 例题三呢 是说公园运来八十八盆花 准备摆在两个花坛里 平均哪个花坛有多少盆花 如果摆在四个花坛里呢 那这是两个问题 这道题里我们读到 有什么样的信息和问题呢 信息就是公园里边一共运来的花盆 花呢是多少盆呢 是八十八盆 那准备摆在两个花坛里 也就是要把它平均分成两份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平均每个花坛里要摆多少盆花 那说另外一个问题说 如果摆在四个花坛里呢 就是说如果把这八十八盆花平均分成四份呢 那每一份是多少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平均每个花坛摆多少盆花啊 也就是把八十八盆平均分成几份 那一看分成分在两个花坛里的时候 你就分成两份 那摆在四个花坛里呢 就是平均分成四份 那我们首先来求用除法计算 摆在两个花坛里 用八十八除以二等于四十四 那如果摆在四个花坛里呢 平均每个花坛里要摆多少 八十八除以四 那在这个计算过程当中呢 我们是一位数除法里边 不是整十整百的除 而是有个位数这样的除法 个位数这样除法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八个十和八个一 八个十平均分成两份的话 一份是多少 是四个十 也就是四十 那八个一平均分成两份呢 每一份是四个一 那就是四 所以呢 它除以二等于的是 四十四 那同样另一个问题也是 八十八除以四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八个十除以四和八 八个一除以四 八个十除以四呢 等于两个十 那就是二十 八个一除以四呢 是两个一 也就是二 那两个十和两个二加一起呢 是二十二 所以打花盆摆在两个花坛里 平均每个花坛里摆 四十四坛 那摆在四个花坛里呢 平均每个花坛摆的是二十二盆 好 那我们把这节课所学的知识呢 做一个归纳和总结 这节课所学的就是 整千 整百 整十的数 它除以一位数呢 口算的方法 那用什么道法呢 第一是用表内除法来计算 先用被除数 零前面的数 除以一位数 然后呢 计算出结果 再看被除数 它的末尾有几个零 就在算出来的结果后面 填上几个零 那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用乘法来算除法 也就是看一位数乘多少 等于被除数 然后呢 它乘的数就是所求的商 那我们再看 这节课学的另外的一点 是两位数除以一位数的 两位数乘以一位数 它的口算方法如何来计算呢 就是把两位数分成一个整十 和一个个位数 也就是说呢 分成一个整十的数 和一个个位的数 也就是单数 分别与除数相除 再将除的的结果呢 加起来就可以了 好 这节课呢 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 再见 再见